说什么呢,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些什么,这里面的一些组件啊,它里面一些组件啊,组件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API文档啊,看一下它参考它的API文档啊,它的API文档里面那么,首先是它里面的这个什么呢,基本文档的创建是吧,基本文档创建之后,然后它的这个创建方法跟我们的什么呢,这个模板跟我们的不一样是吧,我们说是要把GS放上去,然后把头独立是吧, 然后的话,看它的基本文档里面,然后这里面有个全局世界上的样式是吧,全世界上的样式里面,那么我们是挑出它里面需要讲的一些块啊,就是说没有全部讲,就是它里面需要讲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里面的这个三个系统,我们是不是说了是吧,三个系统啊,它三个系统,它这个里面放的这些东西的话是这样子是吧,这样子啊,它就这么讲了,就是说你如果看它的这个文档怎么样呢,是不是不太清楚啊是吧, 需要单独的我们说一下是吧,说一下就清楚了啊,这是它里面讲的三个系统啊,因为它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给你看是吧,你不知道它什么呢,啊,就是大升的时候排成银行,小升的时候什么,就是排成上下的是吧,就是这个东西要讲一下啊,好,这是关于它里面的这些三个的东西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把它什么呢,说完了啊, 具体的这些原理都说完了啊,那么基本上三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怎么用了啊,好,那么接着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什么说呢,就是挑它里面的有些东西不是太好,不是就是容易误解的,或者是不是太好用的啊,我们就说一下啊,那么或者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东西的话,大家可以直接看这个什么呢,看这个API文档, 然后就知道它怎么用了啊,比如说它这里面的什么呢,排版里面的这个标题是吧,标题它怎么用,比如说这个是H1的标题是吧,那么的话,直接这么写,它就就打到这种效果了,看见没有,是吧,那么这个直接看API文档,你就可以什么,直接知道怎么用了吧,是吧,API文档啊,比如说做这种标题啊,写个H1,你不用另外写样式啊,那么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是吧,好,那比如说里面还有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是,呃,页面 主体,比如说这些东西,是吧,就是一个样式,你看到的样式,然后照着它这个敲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这里面是吧,是一个高亮的,是吧,高亮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直接是一个mark,是吧,那么就有这个高亮了,是吧,好,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啊,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简单,你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写了,比如说这个地址,是吧,然后是这么写啊,你按照这么写就出来这种效果,是吧,这个就是没什么好讲的,就是看这个API文档就行了,啊, 然后比如说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这个代码怎么写,是吧,代码里面怎么写啊,然后比如说表格,是吧,表格的话,那么像这个表格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要做这种表格,是吧,做这种表格的话,那么代码是这样子的,是吧,代码是这样子的,那么它这个地方的话相当于是没有什么,没有,没有给权吧,这个代码是没有给权的,是吧,你点这个copy的时候怎么样,copy的是 就是这一,这一,这一,这一段代码啊,那么像这种没给权的,我可以怎么看呢,在这,这样看就行了啊,点检查一下,是吧,检查一下,然后是在这里面,是吧,可以把这个代码拷过去,是吧,拷过去,啊,比如说是这个地方啊,这里是吧,这是个table吧,然后点右键,是吧,copy,copy什么,copy outerhtml吧,outhtml,啊,copy outerhtml,然后你到这里面来,是吧, 到这里面来的时候,比如说是,比如说我放到下面来吧,是吧,这里做一个表格,是吧,比如说做一个表格啊,Ctrl,加V,是这样的,加V,然后的话,看一下,是吧,那么这个下面是不是做了一个表格啊,是这样子啊,下面是做一个表格啊,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没什么是好说的,因为它就是这么写的,是吧,你看它代码也不复杂,是吧,就是classy table,是吧,classy table之后,然后它就可以,这个结构也有了, 是吧,然后就可以做成这种效果吧,是吧,啊,这个就比较好用,是吧,然后你最好是把它放到这个roll里面,是吧,比如说这个,呃,div,是吧,div 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container,是吧,container,啊,然后的话,这个里面,然后再来一个roll,是吧,放在一个roll里面啊,div class等于一个roll,把它包起来,是吧,包起来啊, 好,包起来的,再来看一下,这个刷新一下,那么它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就是它是响应式的嘛,是吧,响应式的,这样子是吧,响应式啊,好,那么我举这个例子的是嘛,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不用讲了啊,就是说,我们要全部讲的话,就是说不完,是吧,说不完, 所以说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挑重要的把它说一下,是吧,挑重要的把它说一下,然后的话就是,呃,其他的东西的话,大家就结合这个API文打就行了啊,刚才我们做的那个表格是,做这个表格吧,是吧,比如说在做这个表格的话,它是什么呢,它是加一个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啊,加一个这个就实现这种表格了,是吧,就是隔行换色吧,是隔行换色啊,那么你这个看一下就清楚了,是吧,比如复制一下,把这个加到后面去,是吧, 加到这个表格的后面去,加到这里是吧,在这里,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表格就变成这种,是不是隔行换色啊,是就行的啊,是吧,这个就什么,很简单吧,就是没什么什么很绕的地方啊,没什么很绕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就,就什么呢,就不讲了啊,大家就看这个API文档啊,看API文档就可以了,好,这是关于这个,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挑什么呢,就挑, 有些重要的东西,然后或者有点什么,有点什么,有点不是太好弄的东西啊,我们就讲一下啊,那么接着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讲一个这个按钮啊,说一下这个按钮啊,按钮和表达啊,我们先把按钮说一下啊,按钮这个东西的话还是经常用的,是吧,经常用的,比如说我们在页面上创建一个按钮,是吧,好,创建一个按钮的话,怎么创建的呢,那么就是,看一下啊, 这里面也列出来了这个按钮的一些东西啊,这里面列出的东西就是我们觉得重要的,需要 拿出来讲一下的啊,需要拿出来讲一下的,比如说这个按钮的样式,是吧,按钮的样式是怎么声明的啊,好,比如说那么,这个地方列出的是 是按钮的这个按钮组,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按钮需要说一下,好,比如说这个,再来兴建一个啊,兴建一个,比如说这个是011啊,这个是按钮组啊,好,按钮的话,那么我们把这个头先拿过来吧,是吧,这个头 这个头啊,头拿过来,然后把这个先不要了啊,好,这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不需要的文档,是吧,然后它按钮是怎么创建的呢,比如说再来,先来一个container吧,drv的container,是吧,container啊,然后的话,再来一个roll啊,为什么要放在roll里面呢,roll的话就保定 反正它们就是宽度都是一样的,是吧,clustainroll啊,clustainroll啊,那么的话,再来一个什么呢,按钮啊,把这个写下吧 好,这样子是吧,啊,好,那么它里面的创建按钮怎么创建呢,那么创建按钮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啊,我们可以用什么呢,用这个,用这个,用input可以创建按钮,是吧,用A标签也可以创建按钮,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呢,input,是吧,先拿一个input吧, tab等于button,是吧,button,这是一个按钮吧,是吧,按钮啊,然后这个value等于什么呢,按钮啊,按钮啊,好,然后的话,它里面给什么样式呢,给的样式就是什么,class等于什么呢,class等于一个btn,是吧,那么这就是一个按钮了,是吧,好,创建在一个按钮之后,我们来看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是吧,它的效果啊,它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按钮啊,按钮啊, 那么它的圆角什么呢,它的样式都已经给你弄好了啊,好,这是关于按钮啊,然后按钮的话,它是这么,这个默认的是这种效果啊,然后的话,它是这么写的,先写一个什么,btn,啊,先写一个btn,就声明一个按钮,然后的话,写这个按钮的具体的一些样式啊,就像是,比如说这里面有btn default,默认的,是吧,btn primary,btn success,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按钮都是什么样子的啊,比如说这里面我写btn,然后写一个btn什么呢,primary,是吧,primary,btn primary,啊,好,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那么是这种按钮,是吧,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按钮啊,它这个什么,带来颜色,是不是这样的啊,btn primary,啊,那么它同时有很多,很多种样式的,比如说,哎,在这里啊,有什么,这个class,是吧, primary的话,就类似于什么,普通的按钮,是吧,这个class的话,就类似成功的,是吧,成功的,表示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提示成功的一些信息的,是吧,类似于这种按钮啊,好,比如说我们再来做一个啊,那么的话,这个是用input的来做吧,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呢,用a标签也可以,是吧,a等于一个什么呢,等于一个警号啊,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按钮啊,里面也写个按钮啊, 这是写a标签按钮吧,好,这个时候的话,也可以直接写,是吧,比如说,给它一个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btn,是吧,好,直接给class等于btn的话,那么是怎么样子呢,看一下啊,好,刷新一下,是吧,那么是这样子了,是吧,没有,是吧,没有啊,好,然后我再给一个btn,然后是什么呢,是个sats,是吧,或者写primary吧,primary, 看下是跟它是不是一样的,是吧,btn,primary,然后这个时候刷新一下,是吧,那么是不是跟它一样的啊,完全是一样的吧,是吧,好,完全一样的啊,就是说,所以用a标签也可以创建啊,比如说我创建一个是这个sats,这个s,这个s啊,这个s的话,那么就是什么呢,刷新一下,就是什么,绿色的按钮吧,绿色的按钮啊,好,那么的话, 那再还有其他的按钮的类型啊,我们都用这个a标签来创建嘛,比如说再来一个,这个 好,这几个,是吧,都创建一下啊,还有一个是这个s,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什么,info,是吧,info,warning,danger,是吧,info,warning,danger,是吧,info,warning,danger,啊,这个是 info,是吧,然后这个是warning,啊,warning,应该是 是什么,警告的是吧,类似于什么,就是,类似于什么,就是,稍微提示一下,是吧,警告的成分啊,然后还有一个danger就是什么,类似于出错的是吧,出错啊,danger啊,然后的话,这个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什么,一个link,是吧,link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单纯的一个链接的按钮,是吧,link,好,然后我们写完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按钮的它的样子,是吧,按钮的样子啊,刷新一下, 那么是这样子的吧,是吧,这个是,这个是什么,primary,这个是这个sets,这个是info,是吧,这是warning,是吧,这是danger,它就是相当于跟你定义了几个主题色,是不是这样的啊,定义几个主题色啊,你让这个主题色来写就行的啊,那么直接就创建这几个按钮,是吧,那么这几个颜色怎么样,是不是配合的还蛮,还蛮好看的吧, 应该是调和的吧,是吧,它这个颜色应该是请设计师设计过了,是吧,这几个颜色放在一起怎么样,不是很刺眼吧,是不是可以调和啊,是吧,还是比较什么呢,比较好看的啊,就是,那么这几个颜色,我大家说,大概说一下, 如何让颜色调和呢,如何让它放在一起不刺眼呢,大家看一下,这几个颜色的什么,它的亮度应该是一样的,看见没有,就每个颜色的亮度是不是都差不多啊,是吧,就是如果颜色的亮度都一样的话,它们就会放在一起,而且不刺眼啊,这是设计里面的一些原理啊,设计里面的原理啊,它就按这个原理来设计了,就说这几个颜色的亮度大概是一样的啊,那么就比较好看,是吧,放在一起,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按钮, 啊,关于这个按钮的创建,好,那么按钮的创建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要说一下,比如说,按钮里面还有什么呢,按钮的这个尺寸,是吧,比如说这个BGM Large,BGM MD和BGM,这个什么呢,XS,是吧,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默认的话,我们按钮是有个尺寸吧,比如说我们把它尺寸加进去啊,加进去的话,比如说我们加到这个,加到这里来啊,比如说我再来一行吧,再来一行吧, 再来一行啊,再来一行啊,再来一行的话,比如说这个是,这个不要了啊,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是大按钮是吧,大按钮,这是中等的按钮啊,中等按钮 然后这个是小按钮啊,小按钮 好,这个的话想说是,一般的按钮啊 好,然后的话,这几个按钮是怎么写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大按钮是怎么写的,是吧,大按钮啊 大按钮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后面加一个,再结一个什么呢,BTN,是吧,然后给一个什么,LG,是不是这样的,LG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把它换行,来看一下啊 好,来把它刷新一下,看一下,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大按钮吧,是吧,大按钮啊,那中等按钮的样式还没加上去啊 好,这个是,中等按钮的话是BTN,然后是什么呢,这个是MD吧,MD啊 MD啊,然后是小按钮是XS,是吧,小按钮啊 好,BTN,然后杠XS啊,然后这个不加,是吧,这个没有加啊,看一下,看他们的效果,是吧 好,刷新一下啊 是不是有四重尺寸呢,是吧,这是大的按钮,中等的,小的,然后一般的吧,就是不加尺寸,是吧 它就是这么大啊,这是,应该是四重尺寸的按钮吧,啊,四重尺寸的按钮啊,那么就这么加,是吧 好,这个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按钮比较重要一点,有时候会经常创建这个,是吧 然后它这个写法的话就有一点点什么呢,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什么,融鱼吧,有一点点啰嗦,是吧 先声明BTN,然后再声明BTN的这个SASS,是吧 好,这是关于这个按钮啊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按钮还有什么东西啊,按钮还有什么东西 好,按钮里面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宽度是百分之百的这个按钮啊 这种按钮是干嘛的,一般是什么呢,一般是做什么,移动端的时候会用到这种按钮啊,宽度是百分之百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好,比如说这个是,再来做一个啊 好,我再来弄一行吧,再来弄一行啊 好,比如说这个 这个的话,比如说我来弄一个按钮吧,一个按钮啊 一个按钮的话,那么就是BTN,BTN是这个SASS,然后,再来一个啊 来个是这样子的是吧,比如说这个是,呃 宽度,宽度是百分之百的按钮啊,百分之百的按钮 好,默认的话,如果是这样加的话,就是这样子的是吧 默认的话,它是有它的宽度的吧 这个是吧,默认是有它的宽度 默认的宽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文字撑开的,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文字都宽,然后它在左边加一点间隙,右边加点间隙,这是它的宽度吧 好,如果是百分之百的按钮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给它再加一个什么呢,BTN是吧 然后是block吧,B-L-O-C-K吧,叫BTN block啊 好,BTN block的话,然后是这样子的是吧 再刷新一下,是吧 它是不是整个一行啊 是不是整一行啊,啊 现在整一行的按钮一般是做这种效果 比如说我们在,在什么,在移动端的时候 是不是移动端的时候有这种按钮啊 应该最底下是不是放这种按钮啊 放一个整行的按钮是吧 就是在移动端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种按钮啊 好,这是百分之百的这个什么按钮啊 宽度是百分之百的按钮啊 好,这是关于宽度百分之百的按钮 如果宽度是百分之百的按钮 我们一般是用的什么呢 用的这个primary吧,是吧 primary啊,给大家看一下 primary啊 好,写这个大家应该有点印象了,是吧 好,刷新一下,是吧 类似于这种按钮吧 然后放到页面最底下 大家尽量点这种按钮吧 是吧 这是宽度百分之百的时候啊 好,那么这是关于按钮的这些东西 那么按钮的话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Activ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呃 Active,这个是按钮的什么呢 这个是 hold的时候啊 类似hold的时候啊 hold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里吧 这里再拿一个 这里再拿一个 再拿一个啊 再拿一个啊 再拿一个是 这个是Active,是吧 Active TiV Active 好,那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 咦,这是Active 嗯,把它给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给个Sexas吧 或者是Danger吧 Danger啊 Danger啊 Danger之后 然后加个Active 看一下什么效果啊 好,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Active,是吧 它相当于是什么 鼠标放上去的效果吧 看一下这个A标签的这个按钮 是吧 我鼠标放上去之后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啊 它默认就是这样的 是吧 是不是稍微加深一点啊 这就是Active的它的效果啊 就是默认它就相当于是响应的效果 这是Active的效果啊 还有一个什么呢 是Default吧 Default啊 就是 不是Default 就是什么呢 失效的啊 就是失效的按钮是什么呢 就是Disable 是吧 Disable的按钮啊 Disable的话 就是这个 这里面写个Disable 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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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ble之后 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子 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变浅了 是不是啊 这个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一个D是吧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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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过去式 是吧 英语没学好啊 英语没学好啊 好 然后它的什么 这个鼠标上面上面上面 是不是鼠标的这个 鼠标的默认的样式啊 它是没变成手啊 是吧 这个应该是手 看到没有 变成手的话 表示什么 可以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可以点啊 但是的话我们怎么样呢 这个什么是Disable 是不能点的 是吧 不能点的 就说有时候有些按钮什么样呢 我们刚开始不能点 是吧 达到一些要求之后怎么样 才在那点吧 是这样的啊 这是Disable 好 这是几种样式啊 都把它摆出来了 这是几种样式啊 这是按钮的各种样式 然后这是按钮的尺寸啊 这是按钮的什么呢 它的什么 呃 这个百分之百的按钮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按钮的什么呢 就是关于按钮的这个按钮组啊 定义按钮组 按钮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几个按钮放在一块啊 放在一块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坑在里面啊 有一个坑在里面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坑在哪里啊 好 这坑在哪里啊 比如说我们用A标线来定义按钮组啊 A标线来定义按钮组 好 那么的话我们再来一行啊 再来一行 然后这个是B2是吧 再来一行吧 好 那么的话这个假如说是这里面有几个按钮组 按钮就是按钮1啊 按钮1 是吧 按钮1啊 好 这个是一个什么按钮呢 这是BTN primary 然后是这个 是吧 好 再来三个按钮啊 再来两个按钮 比如说这个是 这是按钮2是吧 按钮2啊 然后这个是按钮3 是吧 然后这个两个按钮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呃 default 是吧 default BTN default 就是默认样式的按钮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效果是吧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效果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这三个按钮是放一块的吧 然后的话我们用什么按钮组的话是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合一块啊 把它合一块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外面包一个啊 包一个div 包一个div啊 然后这个class的话等于什么呢 这个btn啊 btn 然后是什么呢 写一个group是吧 group oup btngroup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按钮发生了什么变化啊 好了 刷新一下啊 刷一下看一下啊 刷新 他们三个是不是合一块了 三个是不是合一块了是吧 这个按钮左边的圆角啊 中间圆角没有了 就变成方的是吧 中间这个什么呢 就变成这个是吧 这样子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种效果的话有没有碰到过啊 在移动档是不是也碰到过啊 移动档碰到过像这种按钮的话是什么 就是它可以指示状态吧 比如当前是第一个状态是吧 比如说做到第一步了 然后第二步地上目没做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指示啊 是吧 当前只做到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地上目没做是吧 如果到第二步的话 那么这两个变成绿的是不是可以啊 比如说做到第二步的话 然后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步骤一是吧 步骤一啊 然后这个是步骤二是吧 然后这个是步骤三 这样子啊 好这样子的话刷新一下 那么是不是可以指示步骤一和步骤二和步骤三呢 是吧 如果你做了两步之后 把这个再改一下是吧 改成这个改成primary是吧 改成primary 好这个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到了步骤二了是吧 做两步了是吧 然后是三步都做的话 这三个都变成这个蓝的吧 是不是可以做这个 这种指示按钮啊 好 这个是按钮组啊 这种按钮组的话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这么做是吧 可以这么做啊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按钮组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 按钮组里面 好 那么的话 如果说想把这三个按钮的话怎么样呢 把它放在一行里面去啊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呃 整个占一行啊 整个占一行啊 整个占一行的话 看一下什么效果啊 整个占一行啊 好 这再一行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加一个bdngroup 加stified 好 我们把这个再拿过去一下 这个效果啊 然后 再是 这个是 放这个样式是吧 放这个样式啊 放这个样式的时候 看一下它是什么效果啊 好 那么是应该是下面这个做这种效果 看见没有 是不是整个三个排成一行啊 再一行啊 应该是这个是这个 是做移动端的效果的 是吧 摆在这页面最上面吧 摆在页面最上面就是 来显示你做的第几步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摆在下面的是吧 这个摆在上面啊 那是这种效果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好 那么的话 这里面有个什么坑呢 咱说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如果说用A标签做是可以是吧 A标签做是可以 如果说你用其他东西做的话 就有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用这个 这个input框来做的话 就有问题了啊 好 比如说这个input框啊 好 默认这个input框我们来做一下啊 比如说默认的这个 把它再复制一份吧 复制一份 好 这个的话是 比如说这个用input框来做啊 input框 默认的话 假如说这样的 那么比如说这里面 嗯 input 是吧 type等于BUTTON 是这样的啊 BUTTON啊 好 比如说这个value也等于什么呢 这个 按啊 步骤一吧 也这么写啊 步骤一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class等于什么呢 class也跟 等于上面一样了 是吧 等于这个 billion primary吧 好 然后下面再来两个 是吧 好 这个是步骤二 是吧 这是步骤三 步骤三 然后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这是default 第三个 就能default吧 ult 是吧 好 这么写完之后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用什么 eput做的吧 eput做的啊 input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啊 这个默认在这里做 是没问题吧 是吧 这个是input做 这是A标签做的是吧 好 如果我们加上这个 justify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问题了啊 用A标签是没事啊 加上justify的话 那么就会出这个问题 看一下这个什么效果啊 加上justify 然后我们来刷一下这个啊 他说变成这种效果啊 这是一个坑啊 如果用A标签没问题 用这个的话就出了这个问题了啊 这是他做的这种效果的一个坑啊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么做 是吧 好 我们把每一个input怎么样 再包一个这个就行了啊 包一个btngroup 这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包一个btngroup 好 这就是他里面的一个 什么呢 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啊 这个是吧 把它包一下 每个都包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个 好 这样子是吧 好 这个的话再来包一下 好 这个就是用一个div 把这个input的什么 把它包起来是吧 然后它的样是什么呢 就是btngroup吧 btngroup啊 好 这个包完之后 然后干什么呢 然后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刷新的时候 这个时候正常了吧 正常的啊 好 这是它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 它没有做到兼容是吧 没有做到兼容啊 用input的按钮的话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 达不到这种效果 所以说必须做这个结构啊 这个结构 好 这个大概就是按钮的这些用法 是吧 按钮的用法 铃铁局 这是里面的按钮啊 这是里面的按钮啊 加油 inta 谢谢观看